参就好了,是吧,然后叫普通的参数 然后除了普通的参数,我们还有一个叫可变参数 什么时候用可变参数,就是我定义这个函数 而这个函数里面的参数的个数是不是不太确定的时候 我们就用可变参数,而可变参数就分了一个叫 星Argus,还有一个叫谁啊,星星KWArgus 是不是用到这两个,然后星Argus的话会把它装成一个 圆组,然后如果星星KWArgus的话就会把它装成一个 字典,那在这一块的话就会涉及到什么呢 一个叫关键字参数,是吧,然后叫关键字参数 好,关键字参数的话呢,就是你再去复值的时候 然后通过关键字来去对你的某个变量来达到复值的 我在这儿定一个FUNC,在这儿来一个A等于A,对吧 然后B等于1,接下来在这一块的话 谁是那个关键字 所以我们在这儿FUNC,而我在这儿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给它传1 然后或者在这儿是A等于多少,A等于10,然后B等于20 而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属于一个关键字参数了 而这一块的这个是不是就叫默认值参数 所以我们在这儿讲这个参数,参数讲完了之后 后边的话呢,我们讲的就是啥呢,在这一块 然后在这儿的话呢,是不是讲的就是返回值 对吧,然后就是一个返回值 返回值叫谁啊,叫return,我们说参数是往里送东西 而返回值是往外,往外扔东西的,对吧 然后return后边一定要跟一个什么,跟一个对应的值 这个值是不是可以是多个值了 所以昨天在这儿举例,RFUNC我就不加参数了 说如果我要想往外返回值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return一个A,E,B,C 那只要你掉我这个函数,是不是就会扔出来一个值了 而大家还要知道,只要往外扔,你就必须要干嘛呀 接,所以只要掉这个函数 你是不是前面就要有一个变量来去接收它往外返的这个值才行 RFUNC的话是函数,只要掉函数,它就会往外扔东西 那只要往外扔东西,你就应该干嘛呀 是不是接着才行了 所以在这儿的话呢,就是返回值,只要有返回值 你就记住了,必须要拿对应的值来去接收它返出的来的这个值才可以 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谁之后 返回值之后,我们还强调 什么呢,我的返回值是不是可以有多个了 对吧 如果我在这儿返回A,B,C 然后又返回了一个19 那我一掉用的话,它是不是X就是一个远足了 如果你要这样来去返回 我要去print这个谁啊 接到的这个X值 而print来的X值的话 就会把你的A,B,C 还有一个多少,19 是不是给放到远足里了 好,那这时候的话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如果我定义到RFUNC 然后呢,在这块没有任何值 我只是求了一下result 然后等于A加B,对吧 然后我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就把这个result打印出来了 对吧 好,那我打印出来了 如果我非要去调调并且来去接收 那我能够接收到值吗 大家看我的这个RFUNC RFUNC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什么返回值 是没有定义 没有定义 我能不能拿东西来去接 我没有定义返回值 能不能拿东西来去接收它去 也可以 只不过你接收到的是什么而已 然后呢 就是没有返回值 在这强调啊 就是没有返回值的话 然后那我在这块也可以去接去 但是我们说 只要你没有返回值 我们不建议去接 接也没有意义啊 但是你要知道 没有返回值的时候能不能接 能 那接收到的值是什么 然后叫NONE 就是这样的值 只要你的这个函数没有返回值 然后你还非得硬性去接一下 那他接收到的值是 NONE 然后你往外扔东西了 是不是他才能够接收到对应的值的 所以把这个大家来去记住啊 我们讲完返回值之后 然后我们讲的是啥呢 是不是指的 讲了一个函数的 之间调用啊 函数间的一个什么呀 在这叫 调用 是吧 怎么来去调用 我们说我有一个谁 A函数 对吧 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代码 我就省略了 而我接下来在这一块还有一个什么函数 B函数 然后呢 我在这一块再来一个谁啊 pass 好 那我说我A B之间能不能相互使用 也就是说你定义的函数 不仅仅是在外层 然后能够使用 我们说了这个A啊和这个B表示什么意思 叫定义函数 我们原来也说了 只要定义函数 你的程序再去加载程序的时候 再去加载你的这个PY文件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在内存里面给你开辟两个空间 来去保存这两个函数了 然后接下来才能够是调用 大家一定要把定义和调用给他干嘛 去分开 有些同学的话 就是关于谁 关于定义和调用 还是有一点模糊的 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来去强调一下 定义函数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不是叫调用函数 定义就是DFA括号里面放东西 这叫定义 然后调用就是使用你定义的函数 叫调用 所以对于调用来说的话 它在这儿是不是就使用你的函数了 那怎么使用通过米人加括号 A加括号 这个是不是叫调用 B加括号 它是不是也叫调用了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 这种调用方法 它是出了函数外层 是不是来去调用的了 但是我们又说了一个间调用 函数之间的调用 那函数间调用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指的在A里面 是不是可以调B 或者在B里面 是不是可以去访问A去 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在哪 在这个里面 假设我有代码的话 我是不就可以去调用A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代码了 那现在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表示当你去调用B的时候 然后它会去干嘛呀 先调用A再去执行后边的东西 它在这块表示引用 或者叫调用A的东西 这个叫做调用A函数 那也就是说在函数之间 它是可以相互去调用的 我B是不是就可以调用A了 但是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住 你现在只是把它写在什么里了 定义里面了 当你真正调B的时候 它是不是才会走到A里面来去走的 所以我昨天是不是也给大家去讲 它对你的这个顺序了 顺序是什么 我再强调一下 因为昨天放学 有同学问我这个问题 我在这块再去强调一下 这块的部分 然后这块是不是就是我们定义的 两个函数和两个调用了 然后那对于谁来说 我原来说了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加载 这个是不是都叫加载了 什么叫加载 加载只是说把你的这个函数 是不是给你对应一块内存空间了 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个A 然后给它干嘛 加载到这个里面 把B是不是加在一个内存空间里面 但是现在里面的东西我动了吗 没有 你可以认为加载就是把A里面的代码 是不是给你放的进来 然后把B里面的代码 是不是给它放进来了 所以对于加载来说 你可以理解就是把这块的代码给你扔进去 把这块代码扔进去 但扔进去我做动作了吗 没有 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做这个动作 这个是不是就调用函数 使用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才会把你放进去的代码来做执行了 所以当我再去做谁的时候 当我再去做A的时候 那如果A里面不是pass 有代码的话 那它接下来是不是就跑到A的空间里面 执行A里面的代码部分了 这才叫真正执行 而刚才定义这部分 只是说把里面你可以理解成 把里面代码是不是放在这个空间里面了 然后真正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才会跑到空间里面去执行里面的代码了 然后那B呢也是如此 B的话也是你调我B的时候 我接下来是不是跑到我里面的空间里面 是不是来对它执行了 那我在执行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在这儿是不是用到了一个谁啊 那于是他就会去内存当中 去找A有吗 有然后就执行A里面的动作 其实在这儿调用A函数 相当于当你调B的时候 我先去让A帮我干一下事 然后干完了之后 是不是再干我自己的事情了 所以他在这儿的话会进到A里面 然后就是只要你调用这个 他就会进到A里面去执行A的代码 然后再去做B里面自己的事情去 所以这个是他们之间的相互调用部分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局部变量 和全局是不是一说了在这儿 局部和全局在这块有一个这种定义 那局部和全局我们怎么来去理解呢 在这块啊 什么叫局部 定义在函数内部的我们说是不是就是局部变量了 所以在哪儿所以在这儿的话 内幕是不是就是一个局部变量了 而谁呢在这块如果我在外边定义了一个 一个number 而这个number在函数外侧来去定义的 它是不是就叫全局的了 但是全局变量它又分成两类 昨天又说了一下 分成哪两类一个是可变和不可变的 如果你是不可变的 然后那你只要在我的函数里面做修改 比如说我现在要把number 然后进行加等于1 是不是把它变成101 那你接下来的话呢 想要对number全局的number进行修改了 所以你就应该在这一块 jlobal是不是加一个global 加一个global global谁呀在这块 number 是不是啊 然后要去给它加个这个样的声明 但是如果是列表它是什么的 它是可变的 既然是可变的 我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在列表里面 然后是不是来去给它添加东西了 然后呢我们在这一块给它append的 append的一些数字进来 比如说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了 对于不可变的必须要加global 对于可变的话 你是不是直接对它进行操作就好了 嗯 然后它的访问访问的范围 然后我们昨天也说了 对于局部仅仅能够在谁里面访问啊 是不是在你的函数内部来去访问了 而只有全局是不是可以在多个函数间进行访问了 然后我昨天给大家举例 比如说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什么了 饮水机 对吧 而一个方式是不是就是你的那个教室 然后教室里面的同学是不是可以去饮水机用这个饮水机了 但是你没办法去修改 只要修改你得拿到权限 你可以认为global是不是就是一个权限了 你只有global一下number 是不是才能够对这个外界的这个变量 是不是进行修改了 然后那如果我还有一个函数 那那个函数能不能访问全局啊 也能就现在另一个班级 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饮水机一样了 所以这是我们昨天 然后给大家讲的这个问题啊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昨天的那个往下来去讲 还是围绕着在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基础上 然后来去说了啊 然后呢我们再去讲什么呢 叫做匿名函数 我先把下面这块 然后讲完 然后再去说匿名函数去啊 好下边我们来去讲啥